今天呢从国外逃到了两件大货 这一件呢我已经在我这个朋友圈分享了 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跟我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我的快乐 那就首先来分享它吧 我拿下尺子给大家量一下尺度的 这个高度的话是55公分左右 这是一个百花不落地的一个题材的一个 统瓶这个气形呢我们来讲的是统瓶 统瓶的寓意呢是一统天下之瓶 还有一个寓意呢就是说是前程四锦 有一个美好的前程55公分 全美品完完整整极难得 障尔八景的收藏题正管题 我们近距离的来欣赏一下画片 我们看一下画片非常的丰富多彩 这个行内人称呢是百花不落地 但是这个统瓶可以称之为万花不落地了 或者说是万花锦万花堆 一万朵鲜花堆起来这么一个统瓶一统天下 前程呢四锦 也是花开富贵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藏点 我们看一下底 傻开门一眼老的东西啊 非常的开门 我之前跟我的朋友们也讲过 老的料啊都是骨矿物质啊 比如说我们这种绿色的是怎么了 这个绿色绿色呢是绿松石 从绿松石里面提取了矿物质原料 黄色的呢黄色的提取物呢是蜜蜡啊蜜蜡 然后这种红色粉色是珊瑚红是珊瑚里面提取来的 蓝色的是蓝料就是一种进口的进口的这个原料了 蓝料了还有这个发廊料了 这都属于高级还有羊材啊 羊材这都属于高级料啊 一般的话是官邀上用这种原料的啊 然后呢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东西 非常开门的东西 民国的民国的啊 有一些人呢就连这种东西他都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我就想你还玩什么古玩了 这个古玩行业就这样 水分很深 鱼龙会杂 有的人是真龙是真懂 有的人是不懂壮懂 有些人呢真的是卖也不是 但是呢啥也能给你整两句啊 我在这里再想一下 就是说这个 不管是什么彩 粉彩 广彩 浅降彩 还是青花 只要是带彩的 只要是老的 都会有层次感 都会有 比如说我们抗锡 我们一般来说 木分五彩啊 紧皮亮幼啊 都会 所以说但是呢 我们指的所有的话数呢 都是就是三个字 层次感 老的会有层次感 新的都是化学原料 化学原料呢就 就会呢 它除非说是故意的渲染点 故意的点 只会有浓带之分 没有有过多的层次感 这就是我们 也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区分的一个技巧啊 还有一个专业的知识点 就是说 只要是带彩的 只要是带彩的 年份越老 彩绝对越厚 好 这一件讲完了 我讲 我把它放一边啊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 这个大的将军官 可惜没有盖子啊 没有盖子 很正常 老的东西就这样 这个将军官啊 您见过这么大的将军官吗 这么大的一个将军官啊 很少见很少见 这是个是我从国外逃来的 给大家看下笔 看下笔 傻开门一眼老的东西啊 傻开门还带着国外的签来 都没接啊 老包将啊 傻开门一眼老的东西啊 然后呢 这是这个盗不了 盗不了康熙啊 这不是康熙的 也不是乾隆的 这是清中期的 嘉庆道光所有的东西 这种东西 我想问一下 有人会还会看心吗 傻开门一眼老的东西 如果说这种东西 你今天我拿出 我拿出这两件东西来 没事了 给大家分享 也是给大家讲解一下知识点 这个来 这是禅志连 这是清中期的啊 清中期嘉庆道光 这个道嘉庆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大的 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将军官 全民品 很难得 这么大的一个巨无霸 从国外搞腾回来 也是一种实力的象征啊 也是一个难得的藏品 嘉品 像这样的东西 摆放在家里 这都适合什么样的人 适合确实是有身份的人 对吧 为什么将这一件瓷器 就是说搬上来呢 一个呢 是除了他这个个头比较大 再一个呢 他整体的制式呢 是官腰制式啊 这个是芭蕉纹 芭蕉叶 然后呢 蝉织帘 宝像花 卷鱼纹 口上呢 是竹节纹 竹子的文顺呢 是向于说步步高升 缠之帘的寓意呢 是子孙绵延 千秋万代 昌盛之意 所以说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将军官 就像一个威武的将军一样 也是呢 呼咱平安 就是说 就有一种这样的 一种就是说寓意啊 所以说也是非常的难得 好吧 今天呢 两件东西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是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喜悦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古玩呢 就是这样啊 精品的东西呢 真的很难得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给阿明哥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您 谢谢 感谢 感谢 好